和一一BB去旅行 香港Staycation 篇 大家好 欢迎回来Michael 杨迪心旅游频道 记得订阅我Michael 这个频道 大家会越看越会玩 今天我从一一来到香港其中一间最神秘 被认为近十年最有人气的五星酒店 Upper House逆居酒店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之前来这里喝过东西 但不是有太多人在这里住过 让我和大家一起去探备一下 这间就是我住的套房4306 一间特大的超级无敌海景套房 你看看 景多爆 整个维港都见过了 这些就是我们安排的秘密酒店 我们安排的一一查完之后 就急不及待 就打算把东西拆来玩 上面是一个皮袋 是酒店送的 另外呢 还有些蛋糕 最特别是ES的面膜 还有些精华素 虽然我没有用到 但是太太说 超级正的 我们再看看房间 看过去就是中环的方向 这些都不觉得是局促 还有大家可能留意到 其实呢 逆居Upper House的房间设计 都很日式的 香港的五星酒店 很少可以有这个设计 看着对面就是ICC 那来看看浴室的设计 是不是有点像日本的酒店呢 浴室的性格 就像我们平时搭买商务仓一样 一一BB继续和大家介绍吧 不要以为看着旁边 你就充不了量了 它有一个电子的浴簾 按按键 就可以把浴簾降低了 是否很有型的呢 这个就是mini bar 里面有很多饮品都是不需要钱的 譬如有些汽水 啤酒 果汁 或者是奶类饮品 除了一些红酒白酒 是要收钱之外 还有这个盒里面充满了 全部都是小吃的 譬如有些干果 果仁 还有这边就是茶包 和咖啡粒 是时候去吃饭了 如果大家打算旧地重游 记得12月之前来Staycation 因为年底之后 它会有一个大装修 四个月有一个New Concept 餐厅会有一个新的面貌 一一是不是很兴奋呢 因为之前看到哥哥 在那里搖搖搖搖搖 做一些咖啡 不知一一原来很喜欢一些重beat的音乐 这边就是ICC的夜景 夜晚你看看 那个view多漂亮 多浪漫 在夜晚浴室的灯光 是不是很浪漫 咦? 为什么电视机又开了? 是时候睡觉了 你看看房间的灯光多柔和 一一很早就睡着了 一一起床呀 一一起床呀 大家打开窗帘 感受一下一早早的阳光 真的要赞赞餐厅的夜晚服务 其实妈妈昨天很早已经下来 所以她们把主题 送了来房给妈妈 让我偷下鸡出去做健身 酒店的健身室 虽然不是很大 但所有设备都很齊全 还有一个无敌的生境 无论不知 每个月头 Upper House有个跑会 会带客人 由酒店跑上去保温度 爸爸偷偷地出去 一一寶寶是在做什么呢? 原来是在这里自己喝奶 可能太饿了 一一寶寶也挺色自如 哇 你看她多爽 你看她 是时候去吃早餐呀 你真的要走快一点 一一寶寶已经急不及待 邀请了个baby channel 爸爸都不约 邀请了个日式的早餐 一一寶寶在玩什么呢? 原来她在玩一些 baby amenity 原来这个岁数的寶寶 很喜欢用潤枯膏来玩的 尤其是将它开又生 然后用来周到擠 希望她不要擠到周到也是 不知道这酒店 是不是知道 baby会将东西周到擠 所以送一包濕紙巾给她 一一 不要玩窗帘 再玩 分分钟要赔钱的 你看 一一寶寶玩得多开心 什么都玩一餐 只是玩个轻轻气球 她已经很开心了 是时候走啦 带来你的熊啤啤 check out啦 如果大家喜欢的频道 记得留言、赞好、订阅、分享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